這個問題已經在兩天前 有人問 什麼使得你發現 美國不是在歷史上最好的國家呢 這裡有兩個假設 第一個假設是 美國不是最好的國家 第二就是要整個人歷史上 兩樣東西在這裡 那是否正確呢 這個題目 在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這個題目是正確的 我不覺得美國是一個好的國家 在我都未離開香港 來澳洲之前 我已經在說最少是30年前 當年曾經和太太去美國旅行 這個旅行是自由行 自己就停各個美國的城市 自己去逛逛逛逛逛逛逛 當年我們會停在芝加哥一晚 第二天的飛機就是下午兩點多 換句話說 我芝加哥有整個上午是可以到處去的 而酒店就要上午10點半便要離開 否則計算多一天 結果那早上 其實一個可行辦法 我可以把行李檢查 放在酒店裡 走出去逛逛 然後在酒店再搭車去飛機場 酒店在市中心 沒有附近沒有多久 但我們倆是不敢出去走的 寧願坐在飛機場上看雜誌 經驗一下 當時我已經覺得美國非常不安全 但我在離開香港移民澳洲之前 我還覺得美國是可以的 因為我到底有很多阿妹是美國公民 所以就認為美國是一個不好的國家 就算不是最好也好 都應該過得去 而我當年移民的時候 曾經考慮過 有三個地方我可以選擇 一個是美國一個是加拿大 另一個是澳洲 結果我大家知道 女業是來到澳洲 至於網上朋友 有怎樣決定美國在什麼時候醒覺 美國不是歷史上最好的國家 首先解答在歷史上 美國已經可以說歷史上是最好戰國家 因為它立國二百多年至二十多年 是沒有戰爭的 即是回歷史上說 它對外的襲擊 是佔了它所有國家成立以來的90%的時間 這是一個相當好戰的國家 我自己本身什麼時候感覺到呢 剛才說了 在起碼三十年前 我就不覺得美國為什麼特別差 有些城市非常危險 不敢到處走 但是我現在可以很肯定這樣說 我覺得美國是一個邪惡的國家 我什麼時候這樣發現呢 我在過去歷史上 我在這裡 我在澳洲 做了一個角色扮演的網站 首扮用這個網站的 就是政治學的教授們 拿我的網站來做政治角色扮演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的網站也被美國陸軍的一個非常高級的學院 找去做他們的工具之一 因此我被迫接受要看一些政治上的書 一開始看政治上的書 就開始慢慢了解什麼叫做共產黨 什麼叫做資本主義 Kling Cloud 一大堆東西 跟著就要拿例子 因為做角色扮演 自然就要拿現實題材 就開始慢慢發覺 美國那個號戰情況非常厲害 跟著就知道了 在越戰時間 他們使用橙劑 在二次大架大戰之後 接收了日本的731部隊 再一直看到 我就越來越覺得 美國政府這個號戰 完全是因為他們自己現在的政治制度 所做出來的一個結果 他們的兩黨議員需要大量的資金 才可以獲得選舉成功 因此被這些特殊利益收買了 所以如果你問我 什麼時候感覺到美國政府是一個邪惡政府 我不是說美國人民 我只是說美國政府的行為 顯示出來的邪惡行為 我大約是十多年之前 至二十年之前 大概十五年前左右 就開始慢慢慢慢 將我這個信念越整越強烈 因為越找越多證據 越看越多 結果我都沒有辦法發誤 我們看看其他朋友 他們的認為是怎樣 包括 我和大家看一看 這是不是一個欣仇 是否一個侮辱呢 一個就說 因為是共產主義 共產黨 我不明白這個說話 和這個沒有關係 另一個就說 我去了那裏 去了那裏就發現了 另一個就說 自從在八年班的時候 知道尼克遜所做的事 這就應該是越戰的事 Tamberla是一個網站 他就說 我作為一個加拿大人 不難看到這件事 幾時都會抗拒西方的也門事件 這個人說 我在1980年代去過三個月 看到那些貧窮和無可歸者 使得我震驚 另外這個就說 因為歷史 包括奴隸制、Jim Crow Redlining、歧視等等 這個就說 因為美國自認為是世界的燈塔 我首先讀到有關在世界各地所造成的推翻政府 大量的殺人、納粹政權等等 都是被美國或者美國支持的 尤其是冷戰之後 這是1991年之後 美國歷史也說到有關它怎樣對待本地的原居民 中國人、帝國主義和菲律賓事件 另外這個就說 我長大的過程中看到伊拉战爭 另外這個就說 我在那裡生活著 這個就說 它和南美的歷史 所以有很多人有不同情況的警覺 我想在那裡問問我的觀眾朋友 大家看我這個台 聽老葉說話 相信都同意我的看法 你們又怎樣醒覺到 美國並非歷史上最好的國家 我不只是不是最好 我只是邪惡 你們是否有一樣感覺 因為他們是邪惡呢 留言好